第三樣式體 將四個燈泡與電池連接成右圖的電路 若燈泡的電阻大小順序為 甲大於乙大於柄大於釘 流過燈泡的電流大小分別為 I甲、I乙、I柄、I釘 則下列關係何者正確 我們從電流的串連跟並連當中 我們可以曉得 甲是所謂的總電流 這個總電流一定會最大 它一定會大於乙的電流 會大於柄跟釘的電流 同時呢 我們曉得丙跟釘它是串連的 所以丙的電流會等於釘的電流 那麼至於這裡的乙的電流 跟丙這邊的電流誰大 我們目前是不知道 因為這裡只有一個 乙大於丙大於釘的關係 可是我並沒有曉得 這兩個比較小的加起來 會不會比前面這個乙來的大 或者來的小 如果這個丙跟釘加起來的電阻 比乙來的大 那麼丙釘這邊的電流就要比較小 如果丙釘加起來電阻呢 比乙還要小 那麼丙釘的電流就要比較大 所以我們不確定它的關係是如何 所以A選項這個呢 甲小於乙是錯的 甲應該會要大於乙 那麼丙小於釘也是錯的 丙要等於釘 那麼至於這乙丙之間的關係呢 我們叫做不知道 我們叫我們叫不知道 所以我們不曉得 所以呢選項A呢是錯的 那麼我們同時我們也看到 因為我們這個丙釘之間的電阻關係 跟乙的電關係我們不曉得 我們不曉得 那我們只知道丙跟釘的兩個應該是要相等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不知道這個電阻的大小呢 然後是不是呢 電阻大小呢是1比上2 1比上2 那如果是1比2的話 那麼電流就是 就反過來1比上2 1比上2 那麼這個 但是我們並不知道 所以我們C選項是不是正確 我們不可能知道 它可能對也可能不對 所以我們也不要去選它 那麼 B珠呢 就我們曉得 根據所謂的電流的串連跟並連的關係 那麼 丙釘的電流是一樣 當作是釘的電流 那麼乙跟釘會合會變成甲 所以呢甲就會等於乙加上釘的電流 所以我們就看到呢 B選項是對的 那既然B是對的呢 珠呢 就是錯的 所以呢 第34題的答案呢 我們要選的是B 好 我們下列關係何者正確 我們要選B I乙加I釘等於I甲